那最後還是要講一下免疫啦 現在前面我們講了好幾個醫師都在講免疫 剛才有沒有免疫治療 也有耶 剛才也有免疫治療 像剛才提到的這幾個 大家都有聽到 好 那這兩個剛才又看過了 我就不要再講了 他是我們的第一屆那個唐獎的得主 然後來就得到諾貝爾獎 那原則上的話 免疫治療的效果就是說 好處是它可以全身作用 因為我們也希望說它有長期記憶 就像我們在打疫苗這樣 主族的醫藥可能都會記住 那另外的話 它也可能會針對不同的癌症 會 因為你有免疫 所以可能會 連其他癌症都會有效果出來 好 那後來就是它可能會有這種 全身的發炎反應 這還是要去注意的地方 那這個整合醫藥剛才我們前一位醫師 有特別提到 就是現在免疫治療 常常不會只有用一個藥 會 二次會好幾個藥 兩三個藥加在一起用 這樣看起來效果會比較好 單獨使用大概有多有效 這是我們看看免疫治療在肝癌的地方 單獨使用100個 差不多只有20個會縮 也不錯啦 坦白講 我覺得也不錯 我們看這個地方 它的整個反應率在這邊 100個大概有20個會縮小 已經算是不錯的結果 而且就像剛才前面醫師提到的 免疫治療的特性是 如果你有效 你會做得好 你一直控制很久 控制很久 所以這是我們在用免疫治療 會去跟病人講 那我自己習慣上都會勸病人 如果真的有錢的話 早點用效果會比較好 但是前面是要花很多錢就是了 但是聽說台中這個地區有免疫治療用最多 所以我覺得台中的參加已經最多 你們大家聽聽 台中的本來 住免疫治療也最多 你們知道 你們這裡 母母的都在台中區在住免疫治療 好 那這個大概就知道說 不管是第二線 還有120個會有效 所以算是相當相當不錯的一個治療方式 那如果免疫加標靶呢 剛才提到在底下的越多越好 你看幾乎都在底下 免疫加標靶效果也很好 那我就給各位看一個我的病人 這他治療前 腫瘤在這個地方 這個都是腫瘤 好 這腫瘤 那打了一次 怎麼變大了 一個月 兩個月變大囉 刺一條 但是他跟我說 老實 我覺得我比較輕鬆 我都比較不會那麼重 而且我去驗血 他的太太蛋白症的往下降 好吧 那我說 那我們再打一兩個月看看 黑再打 他就開始縮小了 我們剛才提到裡面白白的 表示有血流過去 這個裡面都是黑的 都黑了 表示這個腫瘤 開始已經開始死了 這個病人他目前還在做治療 已經打了快七八個月了 但是很貴 這兩個組合 加起來一個月很像二十幾萬的錢 好 我也只有這個病人這麼有錢 其他病人都沒有那麼有錢 這座的病人比較好 好 所以其實在肝癌這一塊 只是跟各位報告說 性癌要很多 那各位不用去記 我講這麼多 例如講我們醫生一定會努力 想辦法去跟各位找新的治療的方式 健保會有給付的條件 這沒有辦法 因為健保的資源有限 我們不可能 大家都付陽春麵的錢 想要吃滿飯全息 所以他會有一些資源的分配 那我們也只能盡量在健保的框架裡面 去幫大家找新藥的治療 那會鼓勵大家有機會的話 可以參加盡量的試驗 我想這是很好的機會 可以拿到新的藥物的部分 那至於說 很多藥物真的還是要自費 那就要看各位的保險 有沒有辦法去做理陪 這個也就是 該因保險公司去討論 那我是覺得在這邊的話 從剛才我們在以前的治療 從不到一年到現在一年 那現在以前只有一個藥 現在藥一大堆 一大堆可以去做選擇 對我們的病人和醫生來說 都是一件很不錯的事情 但是這個不管是醫障還是乾燥 我們自己個人覺得 都還不是很滿意 如果能夠拉到像肺癌 像乳癌 那種5年10年都還在的話 那當然是最好的情況 不過這個就是需要我們再 再有更多的時間跟空間去爭取 那也希望說以後還有機會 來跟各位報告說 這幾個癌症新的治療的進展 那我今天很快跟各位講到這邊 謝謝 謝謝